不要將我的身份告訴柳棉棠 她對我真心相待 數次救我性命 你卻讓我幫你騙她 我來看看你和孩子 感覺如何 女子生孩子嘛 就是鬼門關前走一遭 林姐姐 我有一事想向你求證 你之前所說的是我們榮部通用之語 口音幾乎毫無偏差 若不是在榮部長期生活過 或是與榮部眾人打過交道 不會學到你這樣的程度 都小心點啊 祈司祈尋 霍兒孤吧 孤木南春 獨狼網奔 還是用我大旗之語念 才更有意境 狼是最忠貞的動物 荒原之上狼乘霜而行 醫生只認一個伴侶 若愛侶死去 自己也不會毒貨 蓋個毯子還把你給吵醒了 夫君 我方才睡著了 看你一直皺著眉頭 做噩夢了 沒有 就是有些累罷了 夫君 你們會怎麼處置那些俘虜啊 怎麼會突然關心這個問題 就是 昨日我和溫家娘子回村時 看到了一群俘虜 他們路上聊起了這個 我也有一點好奇 都是被那些無邊的傳言給嚇著了 俘虜的去留 還是要看朝廷之意 要是談和了 未必會處以疾刑 通敵者 必定會斬首勢眾 罪行嚴重的 竹簾九族 這是 這是 今日有一匹狼 屋進了軍營 他們把他給擒住了 狼尾豪很堅硬 正好做了一支筆 讓你好好練字 這 狼尾做的 不喜歡啊 不是 我只是聽說 荒顏終狼結伴而行 若是秦殺了一支 他的伴侶也無法毒貨 我也知道這裡以狼為尊 早就放了 夫人不必為死擔心 我只是突然記起 從前聽說過這個說法而已 你好像對這很了解嘛 我今天是聽李媽媽說 你還學了榮語 會說什麼 這狼號鼻怎麼說呀 當然不會了 我就只是簡單地 喝一些口水話罷了 夫君 怎麼了 我看我的夫人氣色不太好 得好好的歇息 等會兒我就早點走了 今日晚上還有軍務 我會照顧好自己的 父親不用擔心 王爺 人到了 你 我只聽說過春日裡有熊鳥 啄掉自己的尾毛假扮雌鳥 避開群爭騙取繁衍的機會 可沒想到堂堂一王爺 居然假扮百夫長 去騙一個女子 你們大齊的男子 真是一個賽一個的虛偽 大膽 堂堂華陽王豈容你誣蔑 皇貴 淳月公主 今日我可以放你回去 也可以以戲作的名義 將你扣下 王爺 王爺若想扣下我 就不會等到 呼嚨哥來的這一日 我聽說阿古扇 殺了你的父親 取代了你們真正的王族 我戰勝他 只是為了驅狼出境 恕為邊疆 沒有傷害你們不足的意思 公主 你大可不必將我視為敵人 阿古扇戰敗被俘 是他舊遊自取 除了他 容部跟大齊 本來就井水不犯河水 王爺不用過度 猜想我的意思 好 公主豪爽 請坐 今日請你們過來 是想商議一下 大齊 和容部的鐵礦生意 你知道鐵北山的事 鹽田乃國之根本 大齊斷容部的這種 損害國力之事 公主若能提供線索 我不但可以放你回去 還會上報朝天 廣開關道 促成這一樁 雙方互利的生意 王爺 此前奇人 是由我們部落 來往鐵礦生意 不過主侍者 只與老狼主對接 我們並不知情 我只記得三年前 我在容部看到過一支 大齊的標隊 標隊的名字你可記得 不記得 他們很神秘 紗布遮面 每個月往來部落一次 由我阿爹親自接待 因此我不認識他們 後來我便出嫁 與部族斷了來往 多謝公主 戰事出平 金甲關 恐怕會有阿古上的餘孽 我會派一隊精兵強將 互送你們回去 就這麼容易 就這麼容易 但是事後還煩請公主 將之前的帳本交與我軍 以便稀查 就放假 離空可不 阿爹已化成蒼狼 帳本留在我身邊也無意 我可以答應你們 把帳本給你 這件事情 是大齊和容部的條件 還有一個條件 是本王和公主的約定 怎麼還有條件呢 王爺請說 不要將我的身份 告訴柳綿堂 他對我真心相待 數次救我性命 你卻讓我幫你騙他 我斷然不會傷害他 這也是我以懷揚王之名 做下的承諾 如今我已當公主之責 身後便是容部的百姓 我又有什麼資格不答應呢 多謝